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最新民调 2024总统支持度 外信得36.5% 柯文哲29.1% 侯友宜20.4% 侯友宜进行民调无起色 攻防战术也开始转为攻打柯文哲 我办过那么多案子 没有不破案子 没有这个弊案不解决的 不会像别人五大弊案 早上半天也没有完成啊 前几天与学生座谈 侯友宜图前自己做事 比其他对手更有效率 案子承认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连自己口中的五大案都处理不好 我是比较直率 该怎么 我们回答还是按照科学 像那个 一开始要做那什么 巴比特的普筛 普筛我就不赞成 那我那个时候欢迎全台湾来 你只要认为你该做就要做 根本就违反医学的常识 柯文哲自嘲讲话直接 也反击新北市普筛 全国幼儿的做法 没有科学依据 柯文哲 市长 你也不要配合民进党 在这个地方山峰点火 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很清楚的真相 科学检验 只要出来真相就清楚了 柯文哲的幕僚也评论侯友宜的座谈表现 说侯友宜讲话像是在打躲避球 还说侯友宜抄袭柯文哲的政见 对于民调落后 侯友宜重申会坚持到最后不会放弃 毕竟比赛才刚开始 还要努力冲刺 新厂电视黄亮姐林家伟 刘兹营 新北基隆报导 华文哲